再來的話,如果已經安裝完了 然後外掛呢,如果你也執行完了之後 再來我們其實就可以把剛剛的程式結合在一起 其實就OK了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append的後面 這個小瓜糊裡面一定要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特別重要,你不能給文字哦 它一定要是串列,你就只能給它串列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如果假如我們要改的話,應該怎麼改 那第一個啦,當然我們就拿剛剛的這個程式 前一個程式 那把那個存層CSV這個部分把它抵著掉 把它恢復好了 所以我們這個三行拿掉 然後S拿掉 串接這個拿掉 OK,那應該就回到最原始狀態 有沒有,就總共五行嘛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我們需要什麼 把它,假設print了出去的話 得到的結果是 print了出去的話呢 它實際上是一個什麼 一個這個什麼 文字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輸出的話並不是一個一個的 這個這個串列 所以呢,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print的結果 可以把它變成串列 所謂的串列就是說 它的結果就是外面變成要是中瓜糊 有沒有 然後呢,這邊的話可能要是單引號 豆點單引號 反正呢,就是把它放在一個一個的串列 下一個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個的串列哦 而不是一個像這樣的一個文字 那我應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幾個方法啦 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 把它串 串進去的話 裡面其實就一個兩個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取一個List 這個List的話呢 它是 第幾個 如果要把這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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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目前就等於五個 等於是五個欄位全部給 好 五個欄位的話 你可以看到 Print List2哦 看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一個什麼 中瓜糊 那表示說呢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寫進去的串列了嘛 OK哦 那接下來如果說呢 我要把這個資料 OK哦 全部都跟剛剛的這個範例 結合在一起的話 所以接下來怎麼把這個 怎麼跟剛剛那個結合在一起 那我把它切到下一個哦 然後把它結合的話 理論上 這前面這三行 Ctrl C 把它一律放在最上面算了 這三行哦 放在最上面 貼上 OK 所以哦 上面這三行是什麼意思 就是呢 產生一個工作部物件 然後呢 就是一個檔案 一次有檔案 然後呢 指定第一個工作表 做什麼呢 寫入的動作 那寫入的話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Lis2 所以呢 接下來我把什麼 底下這幾行 有沒有 其實底下這兩行 最後面兩行有沒有 Ctrl C 然後貼到最後面 所以哦 有點像前三行貼上面 後兩行貼下面 來改就可以哦 所以哦 頭尾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 Shoot Append 按一個Tab 鍵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讓它跑到這個4回圈裡面 做什麼事 把append的這個地方 本來是append的這個 中國阿福的串列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Lis2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我把什麼 把這個Lis2的 剛剛的那個串列 一律都把它寫進去 所以哦 特別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一個的串列 把它寫到 我們這個 有沒有 這工作表裡面 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save save的話呢 就是叫什麼 member OK 叫member 改一個名稱 本來是sample 改成member.xlsx 這樣就OK了 執行一下看看 應該看得懂吧 所以我剛剛改哪些地方 先把剛剛的這些先改回來 然後上面三行 跟後面兩行 分別放上面跟下面 主要最重要是改這個 按個Tab 鍵 記得這邊一定要按個Tab 鍵 Shoot.append 然後把資料Lis2放進去 好 執行看看 沒有錯誤訊息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理論上應該 在我們的根本屋底下 就會有個Excel檔案 叫member.xlsx 看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 Excel就會出現了 在這裡 member.xlsx 理論上打開 應該就是五個欄位 裡面的話 應該就十個會員 看一下 沒錯 十個會員 五個欄位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安裝外掛 然後就執行範本 可以之後的話 把剛剛的範本稍微修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把我們剛剛的這個範例資料也寫進去 有沒有 五個欄位 那但是最後如果你要只要其中的兩個欄位 也就是編號姓名血型不要的話 不過在Excel蠻簡單的 Excel什麼 選起來 然後再按右鍵刪除就搞定 但是我講過 Python的話就是說 這些東西通通不是用手動的 反正你要把程式寫出來 OK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蠻簡單的 先把那個 這個Excel先把它關掉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程式先恢復 然後拿剛剛的範本 前三行放上面 後兩行放下面 然後Shit.append 裡面就放一個list2 這樣就OK了 試試看 把這個Ending一下 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要的只有姓名跟手機的話 那這邊的話 就是變成你要在這個list 這個地方有沒有 本來list2指的是全部對不對 然後你就是要把它改一下 就是在後面加一個中刮鬍 中刮鬍它可以給一個範圍 比如說你要1冒號5的話 1冒號5指的就是第二欄 到停住的地方應該就是1到4的意思 所以你執行1冒號5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把那個就是後面的4個欄位 姓名到手機做輸出 然後中間如果再加一個冒號的話 就是間隔的意思 間隔就是說我要先1對不對 然後間隔如果假設冒號3的話 它就會下一個就跳4 OK 所以執行1冒號5指的是姓名到手機全部取 然後冒號3指的是間隔 間隔的話就是1 然後間隔3的話就跳4 所以輸出結果 那就會剛好是姓名跟手機 OK 這樣的敘述方法蠻特別的 OK 如果你不會的話 變成你要再多一個list3 我的雲端白板本來是寫那個list3 然後再 append到list3 可是我發現那個方法比較笨 所以我就改成這樣子 OK 改成這樣好像比較聰明一點 所以寫法有的時候 我並沒有絕對的 如果你短時間想不出來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它試一下 OK 這個有時候可能要try一下 這個1到4 5的話是停下來的位置 其實就是range 然後冒號3指的是間隔的意思 OK 然後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就一樣會產生member.xlsx 但是它得到的結果應該就只有兩欄了 看一下 如果結果對的話 那今天 不對 它為什麼還是 可能要把它刪掉吧 我看 你看理論上應該會自己覆蓋過去 我再roll一下看看 save append 不對 因為我只有print改 但是我下面沒改 OK 應該是 主要是這個啦 append改不是print改 只有剛剛改print 下面append沒改到 難怪會不成功 記得這邊要改 append這個地方改一下 把它執行看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 OK 然後xlsx 看一下 對沒錯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取得兩個欄位 裡面有十個會員 OK 那今天的進度基本上 大概這樣子就已經 哇 又跨進 又向前跨出一步了 等於是說 我們又從Python 直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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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到eSale去了 那也就是說後續 你這樣要存檔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存TST CSV之外 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eSale 但是eSale可能你們回去都要練習 怎麼樣安裝外掛 外掛 那我剛剛的安裝方式好處就是說 它一定會安裝到我們指定的那一個版本 不會安裝到別的 不然的話書上寫的他們都安裝在預設 同學常常就是安裝之後不知道 奇怪怎麼啦 如果安裝還是no module 還是一直錯一直錯 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強制安裝在指定的版本裡面 所以我們安裝一定是在Python 384裡面 OK 其他的話就是eSale後續還有蠻多的應用 包含就是說工作簿 有沒有 就是底色檔案 當然你可以寫個回圈吧 比如說你資料夾裡面很多個 你也可以大量的存取 比如說你要P字轉檔 P字合併 P字分割 然後工作簿 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範圍 藍列 其實就可以很快處理了 那以前這些事情 大部分都是用VBA來完成的 當然你用Python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OK 所以後續的話我們再來看好了 那今天的話我想我們先講到這裡